检举影片中一辆机车突然出现停在路中央 驾驶紧急刹车还好没有撞到 仔细看停在路中央的机车是为了停红灯躲太阳 才停在有树荫的路中央 驾驶因此气得向警方检举 新装派所日前借过民众检举 称机车在车道中暂停阴凉处所躲太阳 差点造成后方车辆追撞 这样的场景在不少路口都会看到 大太阳机车骑士怕被太阳直晒 停等红绿灯时通常会停在树荫下躲太阳 但停在路中央很容易被后面的车辆撞上去 民众也觉得这样很危险 像这样停 一个两个后面三个后面的人 如果造成事故要怎么办 警方接过检举影片后 认为这辆机车不是遇到突发状况 而在道路中央暂停 因此开出一万六千元的天价罚单 当事人将它抛在网路上引起网友热议 有人认为太贵了 有人认为安全至上就该重罚 那个要重罚 不是说一万多就罚了事 十万二十万多罚都没有关系 我觉得金额有点太高 如果可能就是三千到六千都是可以接受范围上 就是给用路人一个警惕 事业要受处是没有错 可是罚的金额也是太高的一点 自担远警认为非欲突发状况 在车道中暂停 后方车辆几乎闪避不及 自身危险予以进行举发 警方事后主动发现 因为之前交通部有函事 躲太阳为暂停行为和临时停车 危险驾驶不同尚无法则 为避免争议 日前已经主动联系当事人予以撤单 但警方强调躲太阳条款将在条例修正草案中增列 等到条文修正后将加强取缔 躲太阳为暂停行为 与临时停车危险驾驶不同 尚无法则 本分局未避免争议 日前已主动联系当事人予以撤单 条文修正后将加强取缔 对啊还是秒数 还是常常怎样行交通研议一下 晒太阳 这样的太阳也是 民众在这边等 也是一种所煎熬 对你一定要做防晒或是 你就只能就是去 就是让太阳晒这样 哪边凉快哪边待 或许是人之常行 但是在交通安全上 不能有任何疏忽 未躲太阳停在路中央 没有停在路口停等区域 害后方车辆追撞 贪图一时凉快却可能酿成伤亡 就得不偿失了 记者苏焕军 赖昌邦高雄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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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